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爆米花花朵的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视觉效果会比较的立体饱满 那么作为一些织物的点缀 如帽子等 它的修饰作用 点缀作用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勾法 首先第一圈 我们缓起 好 勾出线来 然后在这个缓里面我们勾八针短针 一 二 就这样一直勾 勾八针 好 八针短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在第一针短针上面引拔 环心呢 你如果不加装饰品呢 就直接抽紧 如果想装小的装饰扣啊之类的呢 你就让它保留一点空隙 没有关系 好 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就开始勾爆米花针了 先勾三针锁针 相当于一针长针 然后呢 我们仍在第一针里面 再勾 四针长针 其实等于就在第一针里面 我们勾了五针长针啊 是一个五针长针的爆米花针 接着我们穿入 起立针第三针 啊 我们勾针是抽出来的 然后穿入起立针的第三针 再穿入这个线圈里面 将这个线圈从里面引拔出来 锁一针 然后呢 在下一个 下一针里面呢 我们勾五针长针 然后抽出勾针 穿入第一针 辫子针里 再穿入这个线环里面 拉出来 锁一针 以此类推啊 我们就 有八针 我们就勾八个爆米花针 好 这一圈勾完呢 我们在 第一个爆米花 开头不是勾了三针锁针吗 对吧 在三针锁针 左边这个空隙里面 我们穿入 这里 直接引拔 好 接着我们勾第三针 第三圈 第三圈先勾三针锁针 我们在这个空隙里呢 先勾一个爆米花针 就是我们先勾四针长针 跟前面一样啊 穿入三锁针的第三针辫子针 再穿入到线圈里面 引拔 索一针 接着呢 我们到下一个空隙 就是两个爆米花针之间的 这个空隙里面呢 勾出两个爆米花针 先勾第一针 五针长针 穿入第一针 再穿入线圈里面 引拔出来 索一针 这个不能忘啊 一定要索一针 然后呢 再在这个空隙里面 我们再勾一个 我就不勾了 就勾两个啊 反正每次勾完都要索一针 这个不能忘 然后每一个空隙里呢 都是勾两个爆米花针 大家呢 就按这个规律 先勾到最后这里 就是两个爆米花之间的空隙 这里勾两个爆米花针 好 那这一圈 我们勾到最后 就是两个空隙之间 勾了两个爆米花针之后呢 我们到最后一个爆米花针 左边这个空隙里面 还要勾一个啊 因为一开始我们只在 这里勾了一个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还要勾一个 就最后一个爆米花 左边的空隙里面 勾完一个以后呢 我们还是在 第一个爆米花针 三锁针 左边的空隙里面引拔 后面呢 我就说一下规律 就不勾了 因为勾法呢就是 就是勾爆米花针 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我们怎么去加针呢 这个加针的规律呢 就跟我们勾帽顶的规律 其实是一样的啊 下一个 我们呢 还是在 引拔的这个空隙这里呢 我们再勾一个爆米花针 其实这里我们还是勾两个啊 因为我们勾到结束的时候 右边这里还要勾一个 那等于开始就是两个 下一个空隙呢 我们勾一个 再下一个空隙呢 我们勾两个 再下一个就是一个 所以说下一圈呢 我们就是按 212121这样的规律去 排这个爆米花针 也就是所谓的 隔一针加一针 再下一圈呢就是 隔两针加一针啊 就像帽顶的 这个规律一样的 那么你们根据这个规律呢 就是自己想勾多大 就勾多大 这个呢就是爆米针 花朵的勾法 好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